马俊伟出演过多部香港影视剧 其中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鹿顶记》 他在剧中出演康熙皇帝 偏见精彩的演技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日前他爱网上晒照并碰文 过两天开学了 多年没这是穿校服上课的我 为自己准备了自定校服 还有新书包和笔记簿等等 好开心 等开学 期待 这位47岁的TVB知名演员 又是自定校服 又是晒新书包和北大笔记本 重返校园开心兴奋的像个孩子一般 他为自己准备的校服式三套白衬衫 西服另带的搭配 不过新新的网友发现 新书包 照片 暗藏各种响心机 书保前面整齐摆放着文件加笔记本 笔带 一本一有北京大学的笔记本 吸引了大家的视线 又网友调侃说 全是正装啊 现在学生不这么穿吧 他就解释说 我是故意让自己有以前上学的感觉 我到了北大还会买一个 北大校徽的别粘扣上去 那就整齐了 有网友说 四哥这么重视 走在校园里会被围观的 他却回复说 不怕我会骑着 够小单车的 网友翻翻评论说 马金伟真的是太可爱了